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听说过 不爱听说过 没有 没有 不太了解 不会惊天吧 下一个问题是什么 好 空书吧 施工吧 自声音外放吧 按喇叭 马路上汽车的轰鸣声 就是各种脚步声嘛 小孩子的轰鸟声都有 轮胎摩擦声有时候非常让大 会很刺耳 我们是从小地方来的 我们那地方没有这么大的吵音 我开车的时候就是有那种非常大的喇叭声 然后我可能会非常的暴躁 我很讨厌叉字膜盘子的声音 然后勺子刮的那种声音 很讨厌 广场舞它可能是分不同的派系 然后你从这经过我觉得一两个还好 但是从这经过之后四五个 然后不同的歌不同的音量 然后感觉像相互竞争那种感觉 你就会觉得有点脑子的嗡嗡的 如果说精神层面的噪音 也可以类比物理层面 就是你没办法通过自己的方式 去把这个对自己带来的负面的情绪也好 一些生理上的影响也好 去规避掉 这个应该叫噪音 除非是造谣的那种噪音 但其他我都认为是可以忍受的 就是说沟通不了的人 那他既然他说的话 现在可能就是噪音了 这个主要是根据我当时的信心 就是如果我自己当时就是比较反噪的话 就会觉得这是噪音 我只是想简单的分享某一方面的东西 然后他们就会进来就是评价你这个应该怎么样 那你为什么不能兼顾别的事情呢 也就是你本来很开心的分享这个事情 然后他就突然让你当下来 比如家里说的话要是不太想听 可能就先暂时不交流 有时候会听到什么军委会大妈 这种小区域的人会吐槽 然后大吵大闹也挺烦人的 就是那些喷子攻击别人的话 在视频号里头它有些一些人的发出的声音 反正感觉就对社会肯定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影响 也可以说也是一种噪音了 我刷到直播间听着很吵 对对对是是是 多少多少 就会比较的吵 这已经习惯了 戴耳机 戴耳塞 增强自己的适应能力 做我自己就好了假装看不到 因为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价值观 我们只要坚持自己价值观不做墙头草就好 有的时候我会选择听音乐可以用冥想的方式 就是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 然后和自己进行对话 为自己去验一验也不能别人说啥就是啥 这样就很好的规避造业 朋友之间互相吐槽一下 然后发现一下就好了 更多是自己的条件 包括咱们的政府部门也应该去好好的考虑 对于现在尤其是都市人口心理上的一些立法也好 或是其他的一些保障的一些措施